大家好,这里是Buff研究局 我是在无数神空中摸爬滚打的二号研究员张公 最近粉丝小罗在后台给我们发私信 说自己被中公教育坑了 有人可能也看过那种考研考工的广告 考不过就是退费的那种 但是真等到退费的时候 那套路属实是老虎猪带胸罩一套又一套 退个费能给你整出一种 如何在精神病院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的无闷狂物 比如需要各种证明啦 再比如一起很难大家都不容易啊 财务隔离啦,自己抑郁了 你可怜口怜我吧 销售POA技术之高很难不让人怀疑 那是隔壁娱乐圈荒单拍青年剧演员转行过来的 监狱里都未必能有这么沉寂式的体验 要说不退费这事儿吧 也不是啥新鲜事儿 但是我查了一下 最近这个中公教育的话题量真是不低 光在黑猫投诉搜索中公教育 就有22,100多条记录 我翻了一下前五条 都是最近一个月光业不退款的投诉 而且最近的讨论中 还有各种中公教育员工拿不到工资的爆料 我就觉得咱们有必要趁这一波说一说这件事儿 18年借客压下汽车登陆A股后 提前抄额完成的对赌协议 市值飙升至2687亿元 去年董事长还给北大豪捐了10个亿 但现在中公咋就连给学生退个费 给老师发个工资的小钱都给不起了呢 首先啊考不过就退费 是真的吗 在考研考工成为某种稳定性的象征时 各个考赔教育带着他的协议班走向学校宣讲台 一句考不过就退款就像疯狂英语的abandoned一样 刺激读巴恩 我们找来今天报了中共的小罗聊了聊 小罗是在学校的宣讲上知道中公教育的 上网一查 这不是业内大哥吗 于是就在今年三月底 在中公教育报了一个8800元 五天五晚的线下面试协议班 显然就像不考试的人不知道公务员考试 可不可以单计算器进考场一样 当时也没有想过要退费的小罗 还没有触及到教育培圈一句流传深远的话 选择中公对手就赢了一报 咱们来拆解一下小罗跳坑 是报考的气节 三月份那会儿由于疫情能保证正常开班 有财力运营不回中途塌房的机构 却没有起家 而且很多机构的线下课都改为了线上 小罗听了一些线上课 觉得虽然讲得很优美 但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种课 这种机构的这种面试课 它都是那种特别的模板化 然后说出来话 就是一看就是那种背公式 就好像那种就是英语作文套模板套范文那种感觉似的 就不像是人说出来话 像机器说的那种 因为小罗要报的是面试班 想来想去还是去线下比较靠谱 中公教育是当时少说还可以做线下集训的 而且作为业界龙头 中公教育总有各种方法 帮你做掏钱的决定 比如著名的考不过就退款的协议班 它2010年推出的考不过就退费 或部分退费的协议班 但是镰刀升级全地形粉碎式收割机 帮助中公教育在当时的扩张市场 对小机构降为打击 称其中公教育千亿市值的一张王牌 但由于协议班价格比普通班高不少 所以后续又推出了理想学 以零元入学的公益助学计划 来帮助掏不起钱的贫困生免费学习 说起理想学啊 这几年参加过考试的同学可能听说过 现在的版本叫中公会学 虽然根据中公的说法 这两者没有任何关系 但励志帮助学生学习的精神都是大同小异的 作为一种学员贷产品 学员只需要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就能不花自己一分钱上课 如果考试通过 就自己连本贷了一款贷款 如果没通过 中公不仅退款 而且还帮你偿还贷款 上连呢是协议班 下连 培训贷 横批 不花一分钱 可以说能从考培界杀出重围 人家靠的就是完全理解客户的核心需求和打工物资 而且人家不仅有大市民 小细节上也是拿捏的死死 我当时报中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看网上有人说 中公会给教那种特别全面的面试礼价的 然后我还挺想学一下 因为没找见有那种就是完整的这种课 但是等我报了以后发现他就没给教 再和另外一个机构一对比 六天一万七千四 十天两万九的课程 中公的五天五晚协议班只要八千八 考不过的话 三十到四十五天就可以退费 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选择 说到这个退费 咱们就接着聊一聊中公教育这个退费升坑 这个三十到四十五天可以说是非常的有讲究 等到退费的时候你才会知道 人家可没说从申请退款的那天算起 协议上说明是要所有材料都经过核实和复查 符合退费条件后的三十到四十五个工作日 如果恰逢大型节假日 就可以收获buff叠加的快乐 首先你要符合退费手续 这里给大家截屏一下中公教育的电子协议 有需求的可以暂停看一下 简单的说就是你要提交各种信息和参加考试 但未通过考试的凭证 包括不限于官方的录用名单 成绩截图 电话录音 短信等等 你们细品这个包括但不限于 我看了看多家媒体报道 推迟退款的理由也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未缺考证明 要等分数线 等公司审核 甚至可以是对接的员工已离职了 上次忘了存准考证信息要重新提交 银行卡号写错了要重新核对等等 拖就硬拖 小罗表示在自己提交了各种材料之后 又经历了漫长的疫情特殊时期 希望客户理解的人性推拉 本来呢 小罗和中共老师在微信里说的是好好的 从今天开始 30到45个工作日以后就可以推款了 但等小罗到个时间一问 就得到了我给你加急问一下的回复 结果油门一踩就加急到了8月底 得到了月底风胀的回复 然后就陷入了月初给你测一下哦 月中正在审核呢 月末没有额度已经风胀了的循环 不管问什么都是 轻轻这就打不了了 我尽量给你测一下哈 总之呢 小罗4月初考的事到现在还没能拿到款 而和小罗一起上课的8个同学 除了一人通过了面试 上下7人都面临退款难的问题 虽然没人说不给退 但那感觉就像是最近的羊了个羊 让你总觉得自己很快就能达到退费通贯的结局 但总有几个绊脚石 让你看见了世间的广告 晕光了所有的道具 出走半生回来认识再来一遍 而他们的共同点 还有通过各种环节 让你从一个游戏转到了另外一个游戏 作为考培一个中工教育的财报称 他们能够提供超过100个品类的综合职业就业培训服务 所以这个考不过呀 嘿 没关系 老师会建议你学习其他课程 这在中工教育内部被称为二转乃至三转 根据申网报道 各分校负责人是有课程转化指标考核的 部分学员也深感退费无望 而选择妥协转成其他课程 而在退费罗生门中周旋无果的部分学生会选择投诉 在黑猫投诉上充斥着这种开放式结局的心酸 一位学员提交退费申请材料退费无果后 选择在黑猫投诉 一直不予回复的中工教育竟然主动致电问候温和地表示 如果不撤销投诉就延迟打款 只要撤销10月14日就可以拿到钱 但他本应该在9月23日拿到退款 还有用了理想学的学生面临考试未结束 但理想学已到期的情况 而中工教育要求本人先还款 等考试之后再退给他 中工教育还多次致电表示 金 如果自己不还款会影响个人征信哦 在大量的投诉中还充斥着对教学质量的嘲讽 小罗表示5天的课程 每天9个小时 不仅压缩上课时间 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自习 最后一天老师干脆连课都不上了 甚至面试题都是从别的机构那拿的 人家别的机构都是那种会派人进去打听那个考试题目 因为他每天的考题都不一样 我们虽然8个人一个班 但是我们的考试时间也不一样 然后我们要是想知道别人的考试面试的那个题 我们都是从别的机构然后拿到的 然后这个中工教育就什么都不管你 但即使这样 小罗也表示可以理解自己的老师 因为他的老师在疫情期间 从北京被调过来出差上课 时速还有自费 B站上有中工教育的员工表示 自2021年下半年 先后被降薪调稿 降绩效 强行调休 就是变相的逼老员工离职 在知乎上搜索中工教育 最近的热门话题是 员工被拖钱工资 没钱退费 没钱发工资 很多人很难理解 曾经市值2687亿元的中工教育 钱都去哪了 我查了下 截至2022年9月26日 中工教育的市值就只剩254.71亿元 不到巅峰时期的十分之一 据今年的第一季度财报显示 公司可以快速编线的资产有12.48亿元 而短期借款和合同负债加起来 却有56亿 按理来说 光是协议班的扣费和利息 中国教育也应该能赚不少钱 以某一对一实训课为例 9800的课 即使比试不过退6800 单人也能净赚3万 更别提还有两个月 甚至更多时间的利息了 但翻一翻这两年媒体报道 看看中城质地 山东中工 符顺中工等 中国教育频繁买地建楼的投资 或许可以解释 钱都去哪了的迷思 根据凤凰网财经报道 中工教育19年花了2亿元 建设湖南公司总部 又花了2.28亿元 净买了几阳区地块 20年 中工发布公告说 要花3.83亿 在陕西买楼 年底中工教育又砸了30多亿 净下了北京昌平的一块土地 又拟定增融资不超过60亿元 在北京市淮州区建学习基地 中工教育由于账面 可快速变现资金不足 把梦想的新总部昌平住宅地 51%的股权转让给了龙湖地产 回收14亿现金 花了30亿买的地 不仅钱连一半都没收回来 住宅项目以后的收益 扣除了1.72亿元后 还都归了龙湖 而怀柔的学习基地 因为没融到钱 也在投入约1.2亿元后 以失败高中 如果中工逾期支付预付款 还要面临向项目建设单位 赔偿为月军的处罚 咱们可以这么理解 虽然中工教育通过高车费的协议班 从学生手里拿到了无息贷款 但赚钱是建立在 学生考试通过率高 考试时间稳定 投资不爆雷 显然在疫情考试延期 招收人数下降 超过60%居高不下的退费率 这投资在失败 让中工教育不过包培的承诺 只能不断延期 中工教育甚至还将一部分责任归咎为 用学员带上课的学生 对考试的重视不够 所以当深交所向中工教育问询 质疑资金问题的时候 中工教育光是要解释 公司及其死公司北京中工中城置地 与关联方陕西贯城北京创生 上海贝丁吉安理想学 辽宁汉辉之间涉及12.32亿元的交易 就已经自顾不下了 是真的没有钱和精力处理 几千几万块退钱的小事了 当我都知中共教育 因为没想好怎么披露交易细节和信息 相关人员被中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 以400万到50万不等的行政处罚时 我就开始替小的们担心 但我觉得也不是花了这么多钱 啥也没学到 在知识点996工作址 与剩余价值理论中 剩余价值的概念 指劳动者创造出来的 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的那一部分 当教育用EPP学生炒成了黄金行业 而教育本身却成为了资本投资力 最先被优化掉的那部分 中工教育用大型行为艺术 告诉他的学生 什么叫真正的剩余价值 在现实的教育课里 把剩余价值给玩明白的教育公司 不仅让学员充分理解到了 公式化的教育 可能越来越难以适应复杂的社会 而真正的教育 从来都在课本之外 中工是我厂张作家 这里是一个多对教育的地占 除了方 savage 优势区 也将来自寅做uba 或者被满多的地下 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